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多数人来说 烧香拜佛并不灵验 多数人却该怎么倒霉还怎么倒霉 该怎么贫穷还怎么贫穷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俗话说 心沉则灵 是我们心不沉吗? 是妙语不灵吗?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相信很多人都是充满了疑惑 这也是我多年来解不开的一个心结 终于日前机缘巧合 让我揭开了这个秘密 事情的发生极其偶然 那是我在网上寻找一种 防治疲劳驾驶的产品时 无意中看到一个公司网站 没想到这一看 却让我找到了困扰我多年问题的答案 这个公司网站里面有一页叫 奇相福 讲述了大年初一众人到寺院上乡祈福的事情 上面写着 我们向佛祈福 祈福我们的事业像民乡一样 很远地照亮每一个角落 贡献国家 造福人民 回报社会 利益员工 我们向佛祈祷 祈祷一个机会 让我们施展远大报复 实现美好理想 说实话 我非常怀疑这个祈福的内容 因为里面没有提到财富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漏洞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不祈祷财富 祈祷什么 是不是太虚伪了 明明想赚钱 却满口 人意道德 带着满脑子疑问 我按网上联系方式 找到了公司的负责人 不客气地把我的问题提了出来 却得到了一个很简单 但却非常奇怪地回答 因为我们不想骑货 我们想骑福 我听后一头雾水 完全不知所以然 什么叫不想骑货 这跟货有什么关系吗 当我在此追问时 该负责人告诉我 应该自己去找答案 并建议我去找一找 福字的真正含义 于是我到处查找 福字的解释和含义 查来查去 解释都是基本一样的 福字在甲骨文中 是两手盆酒 献于祭台之上的会议字 是人们祭祀神明 祈祷得到福报的意思 这种解释有什么异常吗 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子呀 我们整天烧香拜佛 就是要祈祷上天 索取福报啊 当我带着这个疑问 再次骚扰 那个公司负责人的时候 他反问道 双手盆酒献给神明 是祈祷福报的意思吗 我一下子被问得莫名其妙 难道 难道不是吗 对方很忙 我不好意思再次打扰 随着朋友介绍了一位 佛教界人士前往请教 这位法师学识深厚 当我把疑问提出来之后 他笑着问我 在古代 粮食是非常宝贵的 而酒是粮食酿造的精华 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献出去 叫什么 我一下子闷住了 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献出去 那不是奉献吗 难道福的真正含义 不是索取 而是奉献 法师接着说 真正的佛门弟子 焚香祈福 是进佛 礼佛 并学习佛法的道理 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佛法 去普度众生 这里面没有任何索取的意思 没有奉献 哪里有福报可言呢 整天想着自己的利益 想着索取 不帮助别人 甚至还伤害别人 有哪里有福报可言呢 有的只能是祸报啊 这中间的道理 你自己去领悟吧 从法师那里出来后 我一个人坐在寺院里面的广场上发呆 广场上人群熙熙攘攘 像客们进进出出 可是在我眼里 已经完全变了颜色 前面那个年轻人 像个做生意的 看他念念有词的样子 一定是在祈求佛 保佑他发财吧 那个胖胖的中年人 像个官员模样 看他浅诚的样子 一定是在祈求佛 保佑他升官吧 他们肯定在佛面前许愿 要捐钱来还愿吧 不知为什么 我心中泛起阵阵明悟 人们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 甚至恶行 祈求福报吧 这满广场的香客 有没有人是祈求佛给自己机会 为社会做贡献 为他人做奉献的呢 我们常说 成心三柱香 能感通佛 传递信息与虚空法界 可是我们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呢 我们本该进佛 礼佛 按佛说的道理去做 可现在 却变成拜佛 求佛 把自己的丑陋和阴暗 展现在佛面前 还要用金钱和佛交换 要佛 按我们的意思办 没有奉献 弹和福报 没有为他人 为社会做奉献 却只要求索取和享受 这是在祈福 还是在期货呢 我被找到的答案 彻底震惊了 这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公司网页上 其相符的含义 也终于明白了那位负责人的话 我们不想其货 我们想其福 我们的先人 在几千年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并创造了相应的文字 来阐明天际 却被后人错误的认知 实在可悲 可叹 所以 请顺应天道 多做一些 有益社会 有益他人的史事吧 多做一些 慈善捐助 让更多的人 得到关爱 让更多的人受益 让社会更加和谐吧 把自己的思想和品行端正 回归家庭 回归社会 回归成一个 有责任 有爱心的人 这样 福自然会降临到 你我的身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